左侨梦 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 什么 谢谢 那就是 学校要组建女子足球队了 女同学们赶快报名去参加队员选拔吧 没有一位女同学想去吗 想去的同学请起立 是谁偷吃了炸鸡 是谁 睡眠人 要不要去踢足球 怎么会是我 发生什么事了 太好了 终于有一位同学报名了 陈小狄同学 你一定会成为女族健将 为班级争光的 今天发生了一条大新闻 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要来中国了 是一项把食物当生命的小狄居然没食欲了 我遇到了一件非常郁闷的事 考试考杂了 被老师批评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被校门口的那些小灰蛋击乎了 小狄姐姐姐别踏 我去帮你解决他们 其实是 我错了 今天的新闻头条应该是比树赖还要懒得小狄居然要去做女族队员 小狄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发挥特长的机会 你们怎么能嘲笑他 特长 我没听错吧 当然了 足球是一项高尚的运动 我也曾经有过做足球健将的梦想 是不是真的呀 没错 而且我也曾经有过很好的发展机会 中学老师曾经推荐我进学校足球队 啥后来呢 后来 为了我更加热爱的文学 我只好忍痛放弃了足球梦 怎么从没听你说过呀 因为那是我心里永远的痛 如果我当时坚持了下来 或许我早已经带领足球 冲出亚洲 走向世界了 我知道 我们家的人身上流着踢足球的血液 小狄一定继承了踢足球的基因 真的吗 小狄 爸爸相信你 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女足球队员 这么说 我天生就是一个足球天才 没错 努力去踢吧 我们的目标是 冲击女足国家队 振兴中国足球 爸爸 我要走了 去吧 孩子 祖国和人民在看着你呢 我的足球梦想终于要在小笛的身上实现了 小笛 我第一次看到老爸这么亢奋 小笛这孩子能踢足球 看来我的想法真的落后于时代了 别想了 他连毛线球都踢不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大人总是想把他们的梦想强加给我们 小笛可赶了 我回来了 我们的足球小将回来了 快跟爸爸说今天的训练怎么样 一切顺利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天生就是踢足球的材料 来 爸爸有好东西给你看 这是我今天特意为你找的经典赛事录像 感染一下足球明星们的精彩片段 现在我只想好好睡一觉 还有这个 瞧 国家队是这样操练柔韧度的 来 小笛 跟爸爸一起坐 爸爸 我好累 我知道了 你训练太辛苦了 爸爸特意为你调配了足球营养餐 小笛 第一天的训练怎么样 我是不会要再提 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不过没关系 明天就要选拔了 我一定会被教练淘汰的 到时候就解放了 那你打算明天怎么告诉老爸这个好消息 叔叔一定会非常失望的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 这么细的腿就不禁风的 怎么可能去踢足球吗 我有个主意 小笛姐姐 到时候你就对教练说 愿意留下来帮大家捡球 这样就可以留在队里了 这个可以有 看 小笛 我专门为你做的足球炸鸡 太棒了 明天的事情放到明天再去担心吧 今天我就吃足球炸鸡 小笛的贪吃和头脑简单 又是遗传自谁的基因呢 反正不是我 情况怎么样 我还是被淘汰了 怎么会呀 你没有向教练说 你愿意为大家捡球吗 说了 可大家都嫌我捡球捡得太慢 得想个办法才行 怎么能让老爸顺利接受这个事实呢 奶奶 您是长辈 您来告诉他比较好 他会更容易接受的 不 我看卫林最宠浩浩 又是小孩子 还是浩浩来说比较好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遇到不想说的话都会推给我们 这么说 你答应了 我忘了 同学还约我一起做小实验 先走了 小笛回来了 今天的训练怎么样 明天又有什么新的训练安排 快跟爸爸说说 那个 爸爸 其实 那个 小孩子成长的路上总是要遇到很多挫折的 对 小笛现在就遇到了一个 也不能全怪小笛 他也尽力了 我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尽了 可还是被淘汰了 什么 淘汰 这不能怪小笛的 其实是 一定是教练记录小笛的天赋 故意要淘汰他的 对 不 小笛的前程不能毁在这样没有良知的教练手中 我要马上去找他理论 我要马上去 天啊 我都说了些什么 现在该怎么办 他去了一定会和教练吵架的 小笛 你们的教练强壮吗 他的外号叫做施瓦心格 好美好 教练 我一定会把爸爸推回来 我不能畏惧 为了小笛的未来 我要勇敢 教练不会和我动手吧 我可是有文化的人 怎么也没人来劝阻我呢 爸爸 小笛 太好了 不 我是说 你怎么来了 不要拦我 我可是一定要找你们教练去理论 爸爸 对不起 其实不怪教练 因为我腿太细 让我接风才被淘汰的 爸爸 爸爸 您别难过 我以后天天都去跑步 至少每隔一天或者两天 张奇云能再回到球队去 原来是这样 宝贝 都是爸爸的错 是爸爸的基因不好 爸爸 您在说什么 您没事吧 其实我也说了假话 我虽然有过足球梦想 可也是因为腿太细才被球队淘汰了 那您原来说的那些 那时我很沮丧 就幻想自己是个足球健将 只是因为爱好文学才放弃了足球梦 后来呢 我把这些梦想都写成了小说 原来您说的都是小说里的 小迪 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她们好不好 那么我不用再努力踢足球了吧 对 人应该认清现实 不应该把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 你是说文学 对 我想好了 小迪一定继承了我的优秀基因 学文学会更有前途 小迪 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就靠你了 来 先把我的这些诗背首 可不如去踢足球